政府力推长照2.0努力的守护长者生活 但现在却面临到这照服人员的人力缺口 以目前来说这照服人员的涵盖率是不到四成左右 而希望有新的生力军可以加入长照行列 自继长照体系跟中台科大签约进行实习合作 运方也为首批的23位学生来举办了宣誓受证典礼 为了将可以提供这五战士一条龙的学习方式 培训专业人才 也让学生们都可以得到最完善的职场学习 在众人的见证下 23位中台科大学生大声宣读誓言 表达投注长照的信念 应该JPE新报道的宣誓军 此际长照体系也为他们举行简单隆重的受证典礼 年缺了4万多人的这个照顾员嘛 那又有我们的那个长照的政策 跟我们共换我们的扩大 所以长照人产更需要更多 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时刻嘛 我想我们还开始赶快来进行一个 完整式的一个整合式的照顾服务实习是很重要的 资金护理之家底下有居家服务中心 制造中心 社区关怀据点等 未来将会提供五站式一条龙的实习方式 并且加上照服员的指导 可以带给学生完善的实习环境 也为这群长照新生打下稳固的基础 他了解怎么真正以我们的阿公阿嬷为中心 然后做一个很好的长照的管理 最后他可能可以从一个照服员 最后变成一个立的序盒出来 所以最后一站就是管理式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条龙式的 能够在全部长照之后完成之下 才觉得合作应该是首发 是可以学到更多学校没有学到的 因为学校都是书面上的学习 比较少食物上的 那在实际我相信他可以教会我们更多专业 很多的食物构种经验 然后在我们未来资产上的话 如果我们碰壁的话 还会知道说要怎么去克服 然后那个抗压力要大 政府力推长照2.0政策 但在现实上却面临到 照服员的缺口难以补齐 而如今有医疗体系跟学校合作 让专业的技能跟食物能接轨 不只可以加速培养人才 也渴望解决台湾照服员不足的困窘 记住这件话 在日中猜不到